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两位推剧官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演员任敏 大家好 我是演员肖战 好的 那就请两位推剧官开始你们的推荐吧 那我先来吧 我在《玉古瑶》当中扮演的是石影 她是一个清高孤冷的这样一个神官 我在剧中扮演的是赤族郡主朱颜 是一个热情仗义的女孩子 诶 张战 我看你带了一个道具了 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没错 没错 这个呢 就是我在剧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武器 它是一把伞 然后必要的时候呢 还可以用作遮阳 还可以用作遮阳 哇 哇 哇 啊 要不要再举一次 好 什么没拍到 我说要不要再举一次 机会只有一次 机会只有一次 没办法 好的 那这次角色相较于以往的角色来讲 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有没有用三个词给大家写上一下 哦 好好想一想啊 因为我在剧中扮演的石影呢 它是 它既是一个神官 然后也是空桑的世子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 孤冷 清高 然后心智坚硬的这样一个角色 背负了很多的责任跟过去 呃 是一个心怀爱跟国家的这样一个人 哦 明白 呃 那任敏呢 以前说到过很多叛逆倔强的一些人物形象 你觉得这次的朱颜郡主是另一个叛逆女孩吗 呃 我觉得 她不是一个叛逆的女孩子 因为她从小生活的环境就是被爱所包围着 所以她是一个对朋友有情有义 呃 乐于助人的女孩子 然后 会保护自己重要之人 哦 我不知道看预告啊 其实啊 之前看过了几次 里面特别有一段是说 你们第一次出狱的时候 你就知道 最后会被他伤死 对吧 就真的太虐了 我对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有没有其他你们要推荐的 每个人比如说说一两句话 呃 推荐一下郁路遥 我觉得是 呃 我时隔一年多再一次拍武装嘛 对 其实我自己也有做很多的功夫 对 因为想给大家还是去 呃 饰演一个 大家没有看到过的肖战 对 一个不一样的肖战 呃 我相信 玉古遥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好的 非常期待 任敏呢 呃 呃 这部剧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因为 呃 无论是戏的量 然后以及 呃 我的经验所在可能第一次出演一个这么大型的武装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然后其实跟导演啊 包括 湛哥 师傅 一起合作 每天都能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所以 每一天都是成长吧 对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好的好的 非常期待 呃 很隆重期待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两位主演们分享 呃 期待这个玉古遥可以早日跟大家见面 那也请 所有人 大家一起继续关注这个视频 你们加油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